現在呢我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Active Render Active Render跟我們剛剛的Video Capsule 比較大不同就是它可以做比較多事情 Video Capsule比較單純 它就是錄影 那如果說老師您的教材 可能不見得是一次像我們剛剛這樣一次錄完的 你應該知道什麼叫磁螺絲嘛 因為如果你是錄影的 磁螺絲啊不好意思 重錄 因為重錄一定比較快啊 你在這邊剪剪接接 是真的比較慢 那我們用Active Render 其實說真的 它的使用方式跟大家在用一種軟體很像 叫做簡報 因為它就是一頁一頁 一個Slide一個Slide這樣子 那你可以自己去調整順序 甚至去剪接 甚至剪接 你還可以怎麼樣 在上面加一些你的文字說明也好 加一些圖片啊 甚至做子母畫面都可以 所以它的功能會多比較多 但是也不難 那麼 它呢 剛好在今年 應該是上個月 對 7月份 7月份的時候 應該是這個月 剛好推出了 有中文版本的 因為之前的話它只有就是 簡體 簡體中文 那現在已經有繁體中文 所以各位其實就不用做什麼修正 就不用做修正 那它一樣有這個平移的功能 我們剛剛有看到錄影的時候可以平移嘛 對不對 一樣的 再來呢 你要了解一下就是那個快速鍵 一樣的 你要 用這種錄影軟體 一定要知道 那麼 它的執行檔在哪裡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囉 一樣進來這邊 免費版 自動免費版就是我把安裝的直接copy出完 就變免費版 我沒有做任何處理 好 你可以往裡面看一下 有看到執行檔看到了 點兩下就好了 點兩下之後你就會看到長得像這樣 那現在呢 這是我剛剛錄的 我開另外一個 我們上次的 好我開這個好了 你看了這個可能就會比較清楚 為什麼說它像簡報 請問 你看到右手邊 有沒有覺得有種好熟悉的感覺 陪伴你很久的為人 對不對 PowerPoint是又出現的 所以它就是一頁一頁的 這樣你了解嗎 那 你也可以把 真的把PowerPoint就叫進來 所以這個 你現在看到這個 其實我真的是把我的PowerPoint直接匯到裡面來用 我在針對每頁 你可以在針對每頁做說明或者錄影 再把它補充進來 都可以 好所以這個是它的優點 那當然它也可以輸出很多的格式 包括您可以從這邊看到 它可以輸出影片 也可以輸出Flash 也可以直接變成 PDF 變成Word 一次有PowerPoint都可以 甚至可以變成互動式的 好互動式 像我們 剛剛有看到就是直接 它右手邊就是那slide的名稱 那你就 直接去點 好看你要看哪一個主題 這個就比較接近PowerPoint 講白一點就跟PowerPoint比較像 好 好那了解這個概念之後呢 它上面這個 您進來之後 我們先看一下那個快速鍵在哪裡 你進來這邊之後 我們先開個新的專案 新的專案之後呢 您可以按一下這裡有一個 編輯 不是 有一個下面 下面 有看到快速鍵 看到 這個一個是暫停 Pause 停止AND 然後 有看到全動態記錄看到了 這個 就是說它用錄影的方式 一樣就是F9 然後如果你是 動態的錄影 停止F10 那上面這個呢 手動錄製 這個部分 上面這一塊指的就是什麼 拍照的部分 拍照 預設的話 我們剛剛講過錄影的方法有幾種 對不對 它有 混合就是錄影跟拍照 所以上面這個是 強迫它 就是 你一定要拍照 整個專案要停止 好專案停止 那了解這樣之後 我們先試看看好了 先嘗試一下 自己來開個新的 你從左上角這邊 有沒有 錄製新的專案 點下去 它這時候就問你一件事情喔 好 請問你 你錄下來的 專案的名稱 還有 在這邊有 有 這種 有這四種 對不對 四種錄影的方法 第一個 全動式的 也就是你不用講 跟我們剛剛一樣 全都錄 全都錄了 那這個錄完之後 就是一個slide 就很單純 它也沒有分段 好也沒有分段 第二種呢 適合 Record 那個什麼 Movie或者串流 各位有沒有看過那個有些 網路的廣播 或者是網路電視 它是直播的 live 對不對 那你可能 想要把那個 節目的 錄下來 直接錄 這也可以 那 再來下面這個 你看一下 Smart Capture Write Wiz Auto FM FM 就是上面這個 也就是說 我預設是以拍照為主 但是呢 如果 你有用到拖曳也好 或者 有用到一些比較特殊的 播放影片之類的 它就會自動切換成錄影 這樣了解了 會切換成錄影 那 最後呢 就是說 只有 拍照的 但是 沒有錄影 除非你按要錄影它才錄 這樣清楚了 那一般來講 預設的話 我會比較建議就是 你可以用下面這個 先試看看 因為當你了解 因為有些時候它 事實上會觸動 有時候沒有觸動 對不對 那你了解它的大概的機制之後 你會比較清楚 什麼時候要拍 什麼時候 是 什麼時候拍照 什麼時候是錄影 如果你怕受到干擾 你就用下面的 自己手動去控制 也可以 也可以 好我們就先用第3個 好不好 點到它 你看右手邊 有沒有這一支 筆 對不對 你按一下 剛剛那個快速鍵就會跑出來 我們看看喔 你看這邊 文件這個先不管它 有沒有 預設是不是自動使用FM碼 因為我們選的是這個 好 那你要 這邊呢 你再看這裡 熱鍵 熱鍵就 對岸都翻作熱鍵 我們都乘坐快速鍵 他們直譽 好 所以這個 錄影要完全停止 是按AND 暫停 Pause 你要先找到快速鍵喔 那 動態錄影的部分就F9、F10 就這樣子而已 好了 了解之後現在呢 沒有問題 我們就按OK囉 OK之後它一樣問你 請問你要錄的是全螢幕 還是特定的區域還是只有某一個應用程式 我現在都錄全螢幕給你看比較方便喔 OK我就按 這裡 好 那麼你可以看到下面這邊是不是有一個這個 工作鏈 就是那個狀態 你如果在錄影的時候啊 我先停一下好了 你只要一停止它就會變成一個Slide 我先把剛剛那個覆蓋一下 好 你有沒有看到下面這也有叫浮動工具啦 就是剛剛我們右下角那個 好如果你不希望是干擾到你的話你這個就不要勾 因為有那個你就不用計快速鍵嘛 對不對 好如果你 沒有計快速鍵的這個 這裡可以先把它打開 先打開 我就先暫時先留著 好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這樣 因為剛剛那個 已經有錄了 我就先把後面還給你 你先試一下 好不好 先熟悉一下它的快速鍵 了解一下說這個大概是怎麼使用的 等一下我們來針對它到底應該怎麼用 才能夠幫助大家比較快的把你的 錄影或者教材製作好